疫情蔓延 野战医院成了全球新流行 英国伦敦最近正在赶工 把泰晤士河边的会议中心改建成临时医院 最快这个礼拜就可以准备4000个床位 将会是全球最大的野战医院 坐落在泰晤士河畔 南丁格尔医院正在加紧脚步兴建 10天前这里还是个会议中心 如今摇身一变成为英国第一座野战医院 4000张加护病床这个礼拜就会开放 将会是全球最大的野战医院 英国政府展现强烈的抗疫决心 请来曾在世界各地搭建野战医院的军方好手操刀 日夜赶工10天就搞定 不过这座医院没有急诊室也没有大门 专门收治康复率高的患者 西班牙这座会议中心也改造成野战医院 目前已有患者入住 不过虽然有了病床 防护装备却还是不够 让许多医护人员不愿来这里工作 美国的重灾区也陆续打造野战医院 加州湾区派出国民兵帮忙搭建 组装设备铺上床单样样来 维吉尼亚州则有医院 把原本放在后诊室的躺椅移到停车场 统统改造成诊疗液 疫情延烧 也在医院出笼成为全球新流行 不管是会议中心 公园还是军方医疗船 全程了救命的场所 只盼能一举击退新冠病毒 继续继继继继续